最新一期的我家那小子,如约而至,武艺这一段实在是太好笑了,武艺喜欢吃辣椒,然后就收到了将近一百斤的辣椒,为了不让辣椒坏了开始做剁椒,几个人一边干活,一边就聊到了武艺家女朋友的问题,两个朋友都觉得刘美哈非常的好, 但是武艺自己表示两个人相哥们不可能在一起,说到外出吃饭的时候,武艺说的我没有习惯让女孩子花钱妈妈,在演播时说武艺很大男子主义,自己也经常跟他说,和女孩子出门一定,要是尽量自己花钱,不要让女孩给你花钱,男人要有一种责任,男人他的帅不光是在脸上,而是从内的外的哪种,其实就是内在美, 大家为听完反驳,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内在,内在是什么东西,武艺妈妈也没有正面回答大家为提出的问题,而是说男人要有素质和担当要有责任, 这时候大家为在一次强对武艺妈妈,一脸很默然的表情,问到什么责任,武艺妈妈很淡定的说,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起了,既然两人都好了,哪你就要对这女孩由担当武艺妈妈说完,大张伟又接着问,什么责任什么担当,一点也不顾及武艺妈妈的脸色,这时候画面给到武艺妈妈,武艺妈妈脸色也是相当的难看,一脸的不屑看着大张伟,可能对刚才大张伟和自己的责任,担当这些词,一直纠缠不休感到很不屑, 当时就有网友发弹幕评论,不能都怪大张伟一直追问,您自己也没把这些词,真正的含义,解释得很明白在争论的时候, 大张伟表示,我一直不是很明白,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词,比如担当责任那战,最后武艺妈妈也是生气了,直接回对大张伟,担当你还不懂,大张伟瞬间被对的无话可说,其余妈妈团的几位嘉宾, 脸色也是非难的难看,反应也是非常的把气,我认为大张伟作为完蛋,这样跟长伟说话,太不懂礼貌了你觉得,大张伟是真不懂担当责任是什么意思,还是大张伟故意要这么做? 大张伟